世间所有的一切,都不是机缘巧合,让你明白宇宙间的奥秘,顺势而为,轻松幸福,我们生活在这个,由有形与无形所构建的世界里,清楚宇宙运行的规则,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。 一天,你开车赶着去会见重要客户,路上看到一对年老夫妇的汽车爆胎了,你因为赶时间不想换,但又觉得必须管,于是你停下车帮他们换轮胎,你把轮胎换好了,老人家想赴你一笔钱表示感谢,你挽救了老人家,祝他们好运,然后你继续上路。 当你赶到约会地点,却发现客户比你来的还赖,而且客户很爽快,他就和你签了协议,你会不会觉得很走运呢? 这不是运气,这是宇宙法则,因果定律,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,每一件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,这是宇宙的最根本定律,人的命运当然也遵循这个定律,人的思想,语言和行为是因,都会产生 相应的果,认同因果定律的不仅是佛教,还有基督教和印度教,灵修的几大派系等等,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大科学家牛顿等人,也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,人的思想,语言和行为都是因,会产生相应的果,因是好的,那么果也是好的,因是坏的,那么果也是坏的。 人只要有思想,就必然会不断种因,种善因,还是恶意由人自己决定,我们必须先注意和明明自己的每一个想法起心动念,会引发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,由这些语言和行为,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。 吸引定律,人的信念思想总是与和其一致的现实相互吸引,一个人如果认为人生道路充满陷阱,出门怕摔倒,坐车怕尸骨,就又怕上当,那这个人所处的现实就是一个危机次服的现实,稍有不慎,就真的会惹祸。 一个人如果认为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是讲义气的血性之人,那这个人就总会碰到跟他甘胆相照的朋友,这是为什么呢? 人所处的现实由人的信念吸引而来,人也被与自己心灵一致的现实吸引过去,这种相互吸引,无时无刻,不以一种人难以察觉,下意识的方式进行着,一个人的信念是消极丑恶的,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消极的,他身边的人也是同类的,一个人的信念是积极善良的, 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积极善良的,他也会吸引积极善良的人来到身边,人如果能控制自己的信念思想,使之专注于有利自己的,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上,那这个人就会把有利的,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,吸引到其生活中,而有利的,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,也会把这个人吸引过去。 所以控制信念思想,是命运修造的基本思路,做事之前先学做人,做人谨记时刻修心,深信定律,人如果真正深信某件事会发生,不管是善是恶,是好是坏,这件事就很可能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,一个人深信积极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,积极的事情就真的可能会发生, 如果一个人深信自己命不久矣,那这个人很快就会死去。 命运修造的原则,用好的信念,取代不好的信念,用好的信念是一种福导,想给自己种福,必须建立好的信念,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,生活就会越来越和顺。 放松定律,人只有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,才能取得最坚成果,任何心态上的携带或急躁,都将带来不良结果。 什么心态是最坚心态呢?答案是越清明无灭越好。 把目标,瞄准在你想要的理想人格,理想境界,理想人际关系和理想生活等等东西上,然后放松心态,精进努力,做你该做的。 不要老惦记着他们什么时候到来,则他们到来的速度会快到令你吃惊。 相反,如果你对结果越焦躁,就越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,甚至会得到相反的结果。 举个例子,大热天晚上停电,你躺在床上大汗淋漓,睡不着觉的被受电了,老在想着这该死的电什么时候才来。 电,总是在你着急的时候偏偏不来,但当你最后受够了,人清静安定自然凉快了,快沉沉睡去的时候,电就来了。 突然间,你的房里灯火通明,电风扇转起来了,这不是巧合,不是迷信,这是定律,这是放松定律。 乐凡自信中云古禅师要乐凡先生一转其重,要达到无念无想的地步,就是这个道理。 所谓的无念,并不是心里一个念头也没有,而是有念头淡不住留,无所住而生其心。 当下定律,人不能改变过去,也不能控制将来,我们只活在现在,我们能决定,能改变的只有此时此刻的自己。 自己的心念,预言和行为,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,只有当下此刻是真实的。 命运的专注点,命运的专注点,着手处,只能是当下,除此别无拍图。 根据吸引定律,如果总是悼念过去,就会被内疚和后悔,牢牢套,在想改变的旧现实中无法解脱。 如果总是担心将来,就会把人不想发生的情况,吸引进现实中来,正确的心态应该是,不管命运好也罢坏也罢,只管积极专注于调整好和做好目前当下的思想,预言和行为,命运会在不知不觉中向好处发展。 应得定律,你得到的,都是你应得的,我们每一个人,都会得到应得到的一切,而不是想得到的一切。 这个应得,就是我们做了什么,想了什么,发送了什么样的信念出去,我们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。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,都不是白白得来的,都是应该得来的。 同样,如果我们没能得到,那证明我们想要的并不是我们应得的,所谓用千金者值千金,因恶子者必恶死,就是这个道理。 所以必须要提高自我价值,自我价值提高后,人应得的不管质合量都会提高。 利他定律,利他,就是,成全别人,让他人的好处,如果你逝世处处为他人着想,为别人造福,最后最受益的人,就是自己。 利他不是牺牲自己或者忽视自己,而是经由生命的关系,付出于生活的能量循环,建立自身更大的价值。 你让身边的人都幸福快乐,那最后最幸福快乐的人,一定是你自己。 你成全他人的成就与成功,那最后获得最大成就的人,也是你自己。 有些公司创立的目的,只是去罗多都追求最大利润。 这些公司往往昙花一现,一两年内就消失,而那些致力于为客户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,和优质产品,的公司往往常胜不衰,越做越大。 这就是间接定律在起作用,我们若不利他,就会损及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利他定律中,提高他人价值和提高自我价值,往往是同时发生的,即当你在提高别人价值的时候,你的自我价值马上就提高。 是宇宙定律,是宇宙的定律,就是能量守恒的定律。 就是说,你不是出去的任何东西,终将成悲的回报到你身上。 你不是金钱或物质,将会成悲的获得金钱或物质回报。 你不是欢喜,让他人愉悦,将会成悲的得到他人回报给你的欢喜。 你不是安定,让他人心安,将会成悲的得到安乐。 相反,如果你是驾驭别人的是不安、憎恨、怒气、忧愁,也将成悲的得到这些报应。 宇宙是一台无比精密的精算器,你给予出去的任何东西,最后都会以各种形式回到你的身边。 当你带着一颗纯洁纯正的心去给予,完全没有私欲和妄念,那回到你身边的,也会是最纯正丰厚的回报。 爱自己原则,学会真正的爱自己。 爱自己,不是自恋,不是自私自利,是无论贫穷富有,即便或健康都依然爱自己。 接纳自己,一切离他的思想、语言和行为的开端,就是接受自己的一切并真心喜爱自己。 这点非常重要,你如果连自己都不爱,那么你是无法真正去爱任何人的。 只有你爱自己,你才能爱别人,爱世界,才可能有真正的欢喜,安定和无畏,才可能有广阔的胸襟。 如果你不喜欢,不满意自己,那你是无法真正喜欢别人的。 这点非常重要,有些人把爱自己等同于自私自利,这是误解。 仔细体会就会发现,如果你对自己不喜欢,不满意,就很容易生出嫉妒心和怨恨心。 自己也是众生中的一员,爱众生的同事为何把自己排除在外? 所以请先好好认识自己,先跟自己做好朋友,再谈爱众生。 宽恕原则 如果把小吉思想比作一棵树,那么其树根就是称心,把这个树根砍掉,这棵树就活不长,要砍掉这个树根,必须懂得如何宽恕。 第一个需要宽恕和原谅的对象是父母,不管你的父母对你做过,或正在做什么不好的事,都完全,彻底的原谅他们。 第二个需要宽恕的对象,是所有以任何方式,伤害过或正在伤害你的人,你无需与他们勾肩搭被嬉皮笑脸,你无需与他们成为好朋友,你只要简单的,完全的宽恕他们,就可以砍掉小吉之树的树根。 第三个需要宽恕的对象,是你自己,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不好的事,请先真诚的忏悔并保证不再犯,然后请宽恕自己。 宽恕和原谅不是为其他任何人,而是为我们自己,为了让我们自己在生命中,不要时刻背负着痛苦与怨恨的包袱,为了让我们自己获得真正的解脱,为我们自己不会时时刻刻被怨恨和负命所吞噬, 所负累,累着这一纯重的精神枷锁,不会让你有所作为,相反会阻碍你,成为面貌焕然硬心的人,从前种种,譬如昨日死,以后种种,譬如今世生,负责原则,作为人,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负责,当对自己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时,人就会向前看,看自己能做什么? 人如果依赖心重,就会往后看,盯着过去发生的,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长虚短叹,事实上,对你负责的也只能是你自己,我们需要明白,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的,不是任何人的,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生命负责,为自己的选择负责,为自己的错误负责,为自己的行为,话语,心思意念负责。 当人对自己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时,人就会充满力量,会不断地向更好的方向去前行,也只要为自己负责,才能活出真正的生命,不会是事处处依赖他人,不会总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等待拯救,不会总停在原地愿先游人。 请时刻提醒自己,我对自己的一切言情,境遇和生活负完全的责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